所以我们讲说念力念力 一个人的内心要有好的信念 才能产生无比的什么 力量 听得懂吗 所以你看宗教的人士 我到布达拉宫 藏族可以花一年的时间 从山底下三跪九寇 寇一年的时间 部位兵学可以到达布达拉宫 你看他们到的时候那种欢喜心 哎呀对着天啊 看到深山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手脚都已经流血长茧 为什么有这种力量 这就叫信念 你相信的念头 相信的观念 会产生无比的热忱 就像你们想听课的人 你就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 坐在这里不会累 有没有道理 不想听的人 内心没有信念的人 那天不耍 他就开始酸了 时间过得慢 尿又来得非常快 有没有 这叫信念头 第二个冲突是什么 我们假如什么事情都没有冲突 还要沟通吗 你怎么去斗病 叫逆向什么 你就知道了嘛 有道理吗 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法不一样 不想要沟通 如果都想像一样 那何必来沟通呢 第三 最难的 不要因为别人的什么 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经常找人来沟通 因为对方态度变了 他自己也跟着变了 不行的啊 你看神佛你怎么骂他 他还是怎么样 他态度都没在变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种的收容 你就不要跟人家沟通了 有道理吗 有道理吗 最要记住 沟通解对不是一次就通的 有时候勾一辈子 有没有可能 但是我们只要把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好 不要怕没有下次有沟通的机会 你说是还是不是 那第二个 我们怎么来看看 沟通为什么效果都不脏 为什么都不能产生影响力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沟通这么困难 因为我们没有把沟通的什么 给弃阻 第一个叫什么 语言的障碍 语言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人跟人为了要沟通 创造了语言 可是因为每一个人表达了不够明确 加上语言的复杂性 你就会发现 你讲的话 别人经常听不懂 造成很多的什么 误会带来的冲突 你信不信 我在二十年前 第一次在湖南长沙演讲的时候 我就差一点跟他们领导冲起来的 他说张教授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你怎么搞呢 你怎么搞呢 怎么讲搞呢 他们就讲搞 教授你 在那怎么搞呢 怎么搞呢 可是我都误会去了 我跟谁搞 大家搞 有多少人 一千多个 我没体力 语言很多障碍的 我到沟南郑州演讲 哎呀教授 等一下 你种不种呢 我哪里种啊 你好不好 你种不种 语言很复杂的 有没有道理 你不要就是 你说的话他都听了 就跟他说 我儿子 现在已经都很透极 不懂得节俭 有没有道理 小的时候 到肯德基 麦当劳 吃那个鸡腿 那两个就要吞掉了 我们要帮助他改变了 就说 儿子 跟下 是儿子 你吃鸡腿不能这么透极呢 你们爸 对不对 五十几年前 哪有鸡腿好吃 哪有鸡腿好吃 我都吃汉子签 你以为讲这句话他听得懂吗 我儿子说 爸爸 什么叫寒吉签 跟庙里 抽签的签有同样吗 我差点 我自己也不会表达 那个时候 寒吉签 就是现在你这家的薯条 他怎么说呢 爸爸 说什么 五十几年前 你就那么享受 黄人 鸡腿 他 给